我到台灣了 我每次非常嫉妒的就是 外國人就在這裡炫耀到台灣 到台灣的第一餐 在西門廳吃的 因為沒有茶 平價就是隨便找了一家店 吃了小籠包 供丸湯 還有滷肉飯 小籠包 這是供丸湯 這個是滷肉飯 我在長榮上面吃的非常非常滿意 長榮的廚師真的非常非常棒 我在長榮吃了兩餐 都很滿意 一餐是粥 然後關鍵是裡面有一個魚松 叫魚松 我只吃過肉松 其實我好像沒有吃過魚松 然後那個魚松裡面是甜甜的 非常非常好吃 那另外一餐吃的什麼 反正都很滿意 長榮的廚師真的很棒 非常非常好吃 台北市立文獻館 這個建築很漂亮 我覺得這個公園裡面的建築很漂亮 原來這個地方叫西本院寺廣場 很漂亮的一些建築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青樓 到台灣第一天就來總統府 但是年假還沒有開門 但是年假還沒有開門 不能參觀 好難的 來國立台灣博物館 很漂亮的一個建築 很漂亮的一個天頂 好大的一隻老虎 在西門廳買吃的 現在是加拿大時間的早上 是台灣的晚上 在西門廳的夜市裡面找吃的東西 對 因為現在開始想要活動了 下午的時候回旅館 一直睡到晚上 在夜市買的炒栗子 還有一枚泡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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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蜜藻 蜜藻的口感吃起來很像 小的蘋果 這是雲林的 laut 鹽橘的 還有柏橘 牛林的 柏狗乾 還有柏摞 柏拉它沒有長 不知道 是哪個 Dogs 我只能够掉了